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們講到那個 Create Interaction 兩個層在一起 然後這兩個層在一起 你會造成你看 你的Interaction的平均數是253 有沒有看到 他的平均數是253 夠高了吧 當你這個數值它這麼大的時候 你的Speal 可能就會放大很多的 對不對 然後 他在跟另外兩個Barriable 就相關的時候 他就會發現 他們的關聯性就很特別不高 那我們稱這個叫做 Not Necessary Eared Confusion 就是它不是必要的 不是必要的不好的情況 OK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避免它 因為這種Barriable是你Create 那你在Create的同時 你希望可以避免這些產生的問題 所以怎麼樣Create the Variable 可以讓它 避免 不必要的情況它避免問題 我們有一個東西叫做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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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它叫做 平移 平移啊 一樣 移動的一樣 平移 Center 平移 平移 平移是什麼概念呢 它的概念是這樣的 把你的Ver1 Ver2 特別檢查他們自己的平均數 檢查之後 帶來相承 這個人都叫做做 好處在哪裡呢 當我檢查我的平均數的時候 請問我整體平均數是多少 我每一個變相都檢查我的平均數 然後全部加起來 我整體的平均數是多少 新的平均數是多少 這是原本平均數的平均數 這就是我的問題 假設我把每一個變相都減掉 這個變相的平均數 然後再把這個變相加總之後 我再除以N 送到平均數的平均數 請問它的性的平均數 會是多少 這是原本平均數的平均數 原本平均數減掉你性的減掉 什麼東西啊 分多少 平均數減掉平均數的平均數 就0啊 沒錯啊 這是0啊 為什麼在遲疑呢 當你做了平均數的工作 每一個人都檢查我的平均數 做整體的性的平均數 就是0啊 對不對 當我整體的平均變成0的時候 要表示 是 still 怎麼被調整 然後有的數值會是正 有的數值會是負的 然後他們兩個barrows 做平均的工作的時候 他們兩個平均數都是0 他有正也負 然後相成在一起的時候 他的數值就不會變得那麼快 都會變得那麼大 他會有正也負 然後他的skill 可能不會是從 就是原本相成到250 我們來做做看你就知道 怎麼做呢 這兩個barrows對不對 我們直接討一下 他的描述性總計 所以你可以知道 tourversion平均數是9.859 9.85593 Grevenus平均數是26.23 所以我現在比較做一個 程度 先 先用 快象型號 Copy 然後跟他說 Transform 新的資料 是什麼呢 這個叫做 C 應該用A比較 DH TRA C C C代表是Center 然後這個 這個變速 減掉 等等 可以 你可以貼上 後面上 往邊直接跑 然後你就會看到 後面這個多了一點 這個 然後另外一個 選擇 選擇 另外一個是 Grevenus平均數是26.23 Double 可以 然後我們把它Code 然後再來 選擇 A.G.R.E 他就可以選擇 A.G.R.E 減掉 剛才是26.22 96 3 然後 後面又出現了幾個 可以 可以用這兩個 再重新做 我們 interaction 然後可以打 C 然後F 這個 成長 A.G.R.E A.G.R.E 看怎麼一遍都可以 意思就是這兩個 成在一起 可以嗎 可以嗎 就是創造了三個新的歌 那 你原始的那兩個二樓 必須做平衡的動作 剛才做完之後 我們就再滑速回對方 我們來把我們的回規 還是一樣 regressions 那只是這邊 現在這三個變數 換掉了 是我們提議之後的 ID跟interaction 第一架式的變成ID 然後 你由 interaction 重新做的 好 這樣了嗎 那你把這個 搶進烤吧 嗨 那個 大家 你是有把ID perdicard PE 然後他的交易 重新成 但是你沒有把他的DVP 有DV 你不用動他 DV那好好的 你幹嘛要動他呢 你要便宜也可以 都已經調整了 但你是沒有必要 好 你好 我還是能發現 interaction還是減出的 對不對 然後這個計測率 可以測15.3% 20 然後你往上 往下 你會發出 那個選出型 你會發出 你們會發出 那個 他們兩個交互組員 兩個交互組員 還是選出的 有沒有看到 好 所以你的predictor 兩個predictor 不要 你然後你的交互組員 跟你們兩個predictor 平均之後的成績 對不對 還是有寫做一下 這個.022 剛剛才差不多吧 一樣吧 對不對 剛剛跟剛才都會做 TURG顯示是一樣的 但是重點 你把它倒往後拉一點 你看一下他的 Power成DiApps 有沒有比較正常一點 看到了嗎 看到了嗎 你的TURG顯示 在這邊 他會是比較 違和一般的情況 然後你如果再往上拉 你看到他的交互組員 看到他的 那個 collation 相關 Nable 然後 你會發現 交互組員的成績 跟 proversion 點 負的.015 那個 負的.014 也都還算好 對不對 沒有辦法 5.8 所以 當你平移之後 你可以避免的 就是 我們剛剛所謂的 不必要的一個 壞的條件 不必要的壞的情況 可以嗎 所以我們用平移的方法 然後把這個不必要的 摩納本跟阿瑞的情況 可以避免 那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平均數 結果會發現 誒 剛才平均數不是250 嗎 結果已經250 還記得嗎 現在被人負的4.9 然後 前面兩個 你center過的 他的平均數就是 因為被你檢告 他的平均數 他怎麼會 你呢 這是我們覺得center的概念 對 但是他你看到 簡訊可能會把 控股也脫著 然後脫掉 OK 到這一個情況 大家還好嗎 有跟上嗎 你知道我們在做什麼嗎 那知道之後 我又要開始講解了 底下內容 好 所以你整體來看 我們現在用這個平均之後的 連打 這才是我們之後要做的 因為當你不平均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 多種貢獻性的問題 那我們用這個平均的方法 來避免 把它平均下問題 好 那整體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你的整體一寸模式 有什麼寫得住 OK嗎 你的 interaction model 你包含了 這個 TRAVERGIO 外向性 EGROVEMANUS 跟兩個交互作用 一起 來預測 你的 使用報應的 認同程度的時候 你會發現 怎麼模式是寫住的 F值 8號3 131 等於7.90 7.90 對 B小.001 R square 等於1.15 所以15% 應該認識 但是就是 像不像的神包 這件事情上面 是可以被這三個 變成說 TRAVERGIO 跟他的交互進入所 通通預測 對吧 好 底下這邊就是 你的狀況的寫 底下這邊 你會這樣 OK 他這邊講說 找到你這邊不能預測 重點是 底下最底下 這個交互追溜 交互追溜 有寫住 是什麼意思 一個IV 對於TV在效 我會跟另外一個IV 對於 有種影響 對不對 所以這邊我可以說 我剛剛說 EGROVEMANUS 來預測 實不實用活力 對不對 那個 一個人的友善程度 像 使用一個人的友善程度 來預測 他 使用有力的一個支持度 的事情上面 會 因為這個人的外向程度 會有所支援 那在這裡 因為我沒有類別這樣 所以我都可以看 可以SR square 記得喔 你可以看SR square 平方 到平方 這邊就再把平方 之後看一下 上一次 為什麼我要接下去呢 因為這件事情很重要 來 你告訴我 他沒有交互追溜 然後咧 怎麼樣的交互追溜 他沒有交互追溜 然後我可以說 EGROVEMANUS 該預測 使不使用活力的事情上面 有沒有在 使用活力的程度上面 會分距離的 這個Extra Version 就是他外向性 有所不同的 怎麼樣的 不好 你的研究不能 直接寫他這句話 你要問他怎麼樣的不好 OK 所以怎麼樣的不同 或是你後續要做的證明 你剛剛有沒有看到 我有畫圖 有看到那個圖嗎 但交互通話 你覺得圖不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來先畫圖 然後發生兩個都主要你的分析 那畫圖呢 如果我已經沒有人外 他自己做 SPSS他沒有幫你做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隨著做 我會找你三個幫忙 但是你要先聊五號 第一個 公事要寫得出來 公事怎麼寫 山葵 8點 3.5點 1點 6點 6點 4點 3點 6點 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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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點 5點 8點 我只會把那個水分掀起來 就在這裡 我只會把那個水分掀起來 我只會把水分掀起來 可以嗎 好 你這個可以看到嗎 我叫做 我叫做 我剛才說 我閃避老爺可以這樣 我剛才說的那種律師 我想知道 我就是會遇上你的 使用無力的成績 然後這個 使用無力的 有某種律師 用不願意使用無力的觀念 其實會不會因為你是 XR的人 還是 introvert 就是外向內向的人 有種差異 在我講句句話的時候 誰是調節分析 誰是IV 誰是體能 來幫我分析一下 幫我講句話 誰是IV的實力 不是這樣的分析 我想知道誰是覺得關機 有效器跟使用無力的關係 有效器跟使用無力的關係 我想知道有效器跟使用無力的關係 有效器跟使用無力的關係 對嗎 會吧 這個關機會不會被 外向性的關係 外向性的關係 所以他是誰 是誰 那Mb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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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 小喬 是不是 所以我在写公司的時候 我會這個 這個 就會變紅 剪掉 好 就是公司解說 公司調整 第一節可以做的調整 就是這樣子 OK嗎 然後 就是我的B-0 然後啊 你會期待我畫的皮嗎 對不對 我畫的皮 應該不會嘴巴挑釁 他可能會 嘴巴 嘴巴 嘴巴挑釁 然後 這邊叫做 然後我這邊會是 可能是 高的FORM 中的FORM 或是低的FORM 假設 你不知道是怎樣 你隨便畫 會不會是這樣子 這個才是我想知道 FORM 對於15V的一個態度 然後會更替 這個 感染性的關係 會不會更替 你的外向性的不同 會不會更替 會不會更替 所以我的圖 應該要講這樣子吧 類似的樣子 是嗎 所以 所以 你應該要預測 我等一下要做的是 用三條線的畫出來 不要分成 高的外向性的 中的外向性的 跟低外向性的 跟低外向性的 所以可以相信 對不對 對 對 對不對 那我們說 我們不 那個Megos 3 我們就是 我們不把給它 重新斷 但是我們 那整體分析完之後 我們可以用這個來做 它這個圖子來做 一般 在統計上 在NNR裡面 我們會做一件事情 所有的高組 低組 中組 中組 比較多 平均組 平均組 他們說 高組 提出下面 先離序 這一組 再當 這一組 不 esperar 不快 也不能 出來 從 下 都是 我沒有後患的影述跟影述面向 就是一個影述面向的畫圖 所以我必須把另外一個影述面向 畫圖的時候讓它變成一個 就是專輯下集頭的位置 讓我們統計上 這個畫圖是一樣的 統計上我們會這樣 不然我可以比較幫助你們的位置 那我一般的說法是 一個Standivation的道叫做高主 平均數就是中主 平均數以下一個思理的主要是平主 OK嗎 所以你的Moderator 你的中級調節變相 那調節變相要有高 中低 看那邊 可以 所以我等一下就要再去製作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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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裡面不知道是什麼 高主 中主 跟 低主 中主要再做平均數對不對 對不對 平均數多少 在這裡 你看你把它平均了 所以他的平均就是 可以 可以 忘記我去看一下 他平均數多少 沒有 沒有 抓到就是 沒有 他中主就是 沒有 那他的高主的話就是 前提數以下的Standivation 會是 在那邊 在那邊 10點多了 10點多了 他低了 後的10點多了 可以嗎 所以 高中低主 中低主 中低主 因為你有多數指之後 你就會把我的公式 單整理一下 就會有三個公式 所以 高 低主 中 低主 低主 高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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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值帶進來 高足10.62 算一下 怎麼算 10.62乘上點零六四 請問 1.679 再加上8.30 9.03168 9.03 1.03 後面那邊 減 1.10乘上10.62 那就是1.062 1.02再加上 2.03 就是1.065 然後 可以 可以 可以嗎 那 第二個最好算 第二個就是 對不起 為什麼寫高一種 應該是高中 可能還是 正常的寫高中 第二個是中足 最後一個人體 中足就是明明數 明明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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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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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的10.62乘上點0.64的多少 然後再加上8.35mm 來啦 當你照這數字把它公司你寫好之後 麻煩你幫我做一件事 我們因為要創造 我們用它畫圖 我做畫圖有三種方法 我現在教你第一種 這叫第一種畫圖法 第一種畫圖法是用DX直接畫 然後他會說 高的 誰呢 F的 可以嗎 他的公式就在這上面 所以你要跟他說 9.3.1 5.3.9 然後 橫上 C的 Roward 記得我這樣都是比例 你過後你要用C的Roward 對不對 我們還是在安靜貼上 我們還有中的跟低的,我們一定幫他打 中的我都不打,所以我就直接打 中的等於 8.351 8.351 203 第1個是 7.67 大家都7.67嗎? 差不多2.97 0.97 這邊會有高中第一三組 就是這個公式 弄出來 可以嗎? 我就跑囉 跑完之後還是會到後面出現了這三毫 然後這個 畫一個步驟在哪呢 這個畫圖啊 GLASS Legends it now 我們之前學過 然後我們還是用SKETTLE畫 但是這個SKETTLE畫 我們有一個問題叫做 這個叫做 OverlaySKETTLE畫 這個 這個 我可以選錯喔 剛剛就按Defone 才會是熟這樣 那這個圖你要特別注意 它比較不一樣 它是Y先再放LG Y Y是誰 Y就是你剛剛 你剛剛已經做出來這三個 有沒有看到 你剛剛做出來這三個 那這三個怎麼來呢 第一個是高組 在Y X組是誰 X組還是Agrimence 沒有別的 第二組是中組 X組 你算一算 你用中組 X組算出來的False是多少 你記得嗎 然後它的 X還是Agrimence 然後D組的話就是Low X組 然後X組還是Agrimence X組 這邊是高中金組 而且我運氣沒有運氣的很好 它是說高組 XR的False 對 對 不一直太多分上個False 好 好 不懂你了 XY Y組都是高中低組 對不對 高中低組 Traversion 的時候 你的False 數值會是多少 然後 X組 就是你 這個 在這邊的 就不要那麼多 然後你後退的時候 你就把它畫上去吧 我可以 轉接 有 沒有 這這樣跟我一樣的圖 來來來 你看這個圖 我會請你用這個圖來解釋一下 看到你發生什麼行事 我們的False Valse 我們會預測 你的 你的使用能力 然後他會不會說你的 小哥已經不懂得屬於相同 太閃失了 屬於人很險峻 然後怎麼樣呢 你像高中低的外向性 我先講整理好 整理看起來應該是 你越屬於有向性的人 你對於使用能力這件事情 是越值負向態度 對不對 因為有向的人 他對於使用的這個 這樣的東西會提高 OK 然後跟你的外向性有所不同 所謂外向性有所不同 是因為藍色那個是高外向性的人 綠色是中外向性的人 中黃色這些都批外向性的人 所以 所以 有關門在預測 BOSE這件事情上面 他是顯著的印象預測 但是他會根據你的 小哥的原因不少 如果你是屬於高度外向性的人 這個效果是最強的 對不對 越有上 如果是一個高度外向性的人 然後你越有上 你會越不支持使用能力 但是假設你是一個低度外向性的人 你即使越友善 然後你也 你會越不支持使用能力 但是這個效果並沒有 就是高度外向性的人 然後其實我剛剛光這樣感受不準 因為你即使也有在做 Canova 的時候 如果你的交通行程度 你下一個步做什麼 Canova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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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ova 主要效果 你會做什麼 石后比教 交通行程度 你會做石后比教 它石后比教 你會名稱叫Infoil 你會記著嗎 你會看石後比教 所以 你要做石後比教 它其實 這邊 交通行程度 就把頭冒出來 你也要做石後比教 所以你都要比較少 你教這每一條線 它是一個方向 什麼意思 對於高度外向的人來說 也許他的 可以顯著的負上去設定 他使用能力的太平 對啊 來這邊 但是對於 低度外向主要的內向主要來 他的Authorness 也許 該入社使用能力的態度上面 是不顯得住的 就表示不顯得住 所以當你做完交通行程度 然後你做完交通行程度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你要判斷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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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線 身邊是… 最適合的 全部都是人 然後他我請示的意志力 更是多少 可以嗎 可以嗎 那這是時候 我這樣看 我們要這樣看